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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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每次做到这道梅子苦瓜 我都觉得说它就是我的人生 前面是苦苦的 后面是酸酸甜甜的 因為先生跟大儿子都相细走了 人家就会说 客夫啊 客子啊 然后你会觉得说 整个人都没有那信心 然后有很久我是 不敢走入人群 慈祭的师姐有时候 会到餐厅去 然后给我一本慈祭月刊 然后翻翻就会换到 向人讲的一句话 就命运跟孕命 然后觉得 我应该不再接受命运的束缚 跟安排 他怎么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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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记着事实 環保站做相机的时候 就会特别针对这些 環保菩萨 联机比较大的特别设计 营养成分分配比较均匀的 因为我觉得说 环保站这个区块 就是研发 一些新菜的跳板 然后请环保菩萨 相机菩萨吃 然后他们会觉得说好吃的话 他对我就比较有信心 尤其看到 大家把我的 把菜都吃光光那种 心里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很好 我要自己做出一条 属于我自己光明灿烂的 这样一个人生 感谢观看